問我做錯了什麼 我是很普通的 我想澄清這件事 它是自殺 不是被殺 因為我一直有跟警方跟進 所有CCTV我都看過 當時CCTV的神情都是異樣的 它只是跟我說 有把男人叫我這樣做 那把男人跟我說話 令我無法睡覺 我覺得很辛苦 我不要再回到女童院 真的很恐怖 當時跟醫生說過 醫生說他只是反叛 而不是情緒有問題 在六月的時候 女兒有份去泰文宣 然後到了七月的時候 她跟我說 媽媽我現在都不想出去 因為已經變了質 然後到了八月的時候 你們所謂看到她 種了那個叫催淚蛋 那次她是去尖沙咀買東西 回元朗打算給同事吃 買蛋糕打算給同事吃 所以中了催淚蛋 而不是她是走前線 而中了催淚蛋 不要我已經沒有女兒 再那麼殘忍了 已經夠慘了 我們一家人 不要再推測 不要再胡亂去說 任何你們認為的事 我只想她們放過我們一家人 我也想我女兒安食 我會想她們 就很想她們 我會想她們 你不會有可能 你走前